是指哪呢 Young Eglinton这个区域 Young Eglinton这个区域的话呢 就是说西边就是Chaplin Estate的区域和Forest Hill 东边就是Davisville 西边这个Forest Hill这个区域的话 是多很多传统的富人区 它的这个基本上都没有3米 全都是独立屋 这边的house的这个价位呢 基本上在100万以上 就是Eglinton以西高档区 一直都是高档区 Young Eglinton东面Davisville Village 这边的话呢 就又显得充满活力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有年轻的这个Couple Family在这边 有酒吧 餐厅 影剧院 商店 咖啡店 这个有很多Apartment Building 那么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拿个这个 它的新的Building并不多 实际上在Me Town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2191 2181这两个Building比较新 差不多两三年两年新 看一下 一一睡房的 没有parking 这是没有parking 开价31万8 卖价32万8 这是over price 31万9 卖价33万 这是都没不含parking 一个parking3万3万5的 一加一 35万9 卖价35万4 36万9 36万7 所以在 Agglington和Young这个区域 它的这个 三四十万的物业呢 也是一睡房的水平 一睡房呢 就35万以上 一加一呢 要40万 现在这趋势可能还40万 还要再往上走一走 现在 现在整个Conto市场非常活跃 县房平均的尺数呢 就超过600了 县房 房价呢 与dontown基本上是一样的 持平的 再看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坐落的这个区域啊 就是北约克 这叫uptown uptown呢 是从finch 整个区域呢 这叫从finch开始到whoo1 一直到bayview 这边是basa 这个区域呢 叫villowdale villowdale呢 这个区域呢 历史呢 差不多200年左右 以前的话呢 是从一个叫 jacob karma 这个人呢 是1797年 从美国过来的一个移民 这个人很出色 是个企业家 在这边呢 拥有铁匠铺 央街 这边可能以前铁匠铺 现在是活力四射 还有呢 在北约克呢 这个拥有这个面粉厂 他呢 很好学 自学医术 是当时有名的兽医 所以这个人特别有名 villowdale 就是因他 名声广 这个广传啊 他的这现在叫做 cumber avenue 是吧 有个学校cumber valley 都是来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影子 所以这个人呢 对这个区域影响非常非常大 但200年以后 就现在变道了吗 这个整个这个villowdale这个区区呢 是充满了这个升级和活力啊 这个区域呢 就是有很多这个豪华公寓楼啊 抬眼就可以看到啊 后面这些 像前面的33号 empress 后面28号 这边的18号 parpio 238 dories 整个这边呢 很多这种 因为地铁站嘛 在这边嘛 三个地铁站附近 很多这个豪华的公寓楼 高档鞋子楼 三级政府在这边呢 都有office啊 从那个 cheffer那边呢 这个国家一级的政府啊 到这边呢 nothwell center 这边省一级的 包括这个nothwell 这个区域级的 这市一级的 city hall 这边呢 都有教育局啊 也都是在这边 银行啊 还有一些公司啊 搞这个贸易的公司 搞财务的公司 搞地产的公司 最著名的express realty 就是都是在这边啊 那么很多的这个 整个这个区域呢 还有很多custom build homes 这是讲什么 根据 业主的要求 建的这种house 尤其在c14这个区域 可以看到很多 low side 50尺 里面的话3000尺上下 内外装修 里面是这个装修很高档 外面呢 就是石头 这个外墙 还有这个landscaping 都很漂亮哈 这些房子 现在差不多100万以上 在这边哈 那么shopping mall 三个地铁站呢 就是有两个shopping mall shipper 还有nothwell center 很方便 有些楼33号 unprice 直接下来 什么都有 直接进这个mall 口味餐厅 多很多口味的 什么卫乡村啊 猫头鹰啊 还有什么 ishpan啊 希腊餐啊 意得利餐啊 法国餐啊 这个地方很方便 剧院哈 现在就是说 这个tornado center of art 就是现在以前 现在放那个 Jersey Boys Jersey Boys 在那边 图书馆 这是多伦多第二大图书馆 很方便哈 直接在nothwell center 呃 曾经在多伦多呢 排名这个第一名 很多这个家长 带着孩子上这边来 就是为了这个学区 选择一些condo 因为这边condo 2000年之前呢 可以进到 我说嘿 这个学校啊 不是所有都可以 但很多人来了以后呢 直接找这个condo呢 就给孩子找个学校 所以整个这个区域的话呢 是充满了这个升级活力 是多伦多有名的高量区之一啊 那么他的这个就说交通的比较便利 社区比较成熟啊 呃 居民中的基本上是收入比较高的专业人士 投资移民 还深受亚裔喜欢啊 很多香港人 呃这个香港人啊 这个伊朗人呢 还有韩国人呢 现在很多中国人呢 到这边啊 就是 落脚 选择范围呢 可以从呃 一睡房到三睡房三四十万 三十万多 四十多万都有选择 但是这一段时间啊 北约克这边的这个房价是突然间上涨 潘本坦是这边起步的水平啊 一睡房都能卖到27万 十一年的楼 九七年啊 九七年 一零年 呃 不止十一年了啊 对啊 十三年了 都能一睡房都能卖到这个水平啊 两睡房还是说 我一般基本上是用一个参照嘛 潘本坦 两睡房突破四十万 这可能就是打破记录了 这个三睡房 基本上呢 就说呃 像二十三八道瑞斯啊 像潘本坦啊 像这些楼里面呢 四十多万 现在三睡房 二加一可以做三睡房 所以他的平均尺价呢 是四百到四百五十块钱一尺 当然就说 这是平均的水平了 有些楼像15号Greenview 25号Greenview 这些是最高档的 可能在平均在五百块钱左右 楼花非常贵 楼花的价格 基本上是脊椎 Downtown 跟Downtown是差不多的 Jipson Square 一睡房 三十三万一 六楼 没有parking 加上parking三万块 差不多悬点楼层 三十七万 一睡房 五百八十尺 Triedale 这个在那边 他楼花不是很多啊 基本上在六百块钱左右 实际上 他现在 跟Downtown是很接近的 是个人的 我这些是 我等会 如果真的要 简单 不仅值得 分仅值得 就会 不仅值得